大家好,我是鄧友信,代表香港主義業人才服務機構,香港PES的同工。 現在很多人都會形容現在職場的生涯,就好像一個秘魯的生涯。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真正在聖經歷史中的秘魯的人物,他就是彈以利。 在聖經中,他會這樣說,彈以利書一章十九節。 黃與他們談論,見少年人中,沒有一人能給彈以利、哈拉尼亞、米沙利、阿薩利亞,所以留他們狀王面前事立。 彈以利書一章十九節。 黃與他們談論,發現他們所有人中,沒有一個能給彈以利。 黃就考問他們一切智慧和聰明的事,發現他們比全國所有的術士和法術的人更勝十倍, 直到古裂黃的元年,彈以利還在。 這個聖經中記載了,彈以利經歷了兩個王朝。 他被留在公元前的六零五年,被巴比倫,老去為巴比倫。 但是聖經這裡說,直到古裂黃,古裂黃就是波斯裂黃的第一個皇帝。 前後經歷了兩個皇帝。 差不多四個皇帝。 六十七年入面,聖經最有這樣說,有一節。 彈以利還在。 你有沒有想過,彈以利在這兩個二邦入面, 經歷了兩個皇帝,做了一個宰相的可能性。 在現在的職場裏面,有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。 如果我可以平平安安,可以回到教會,就好了。 不要影響我教會的事奉又好了。 如果有些人在做回夜時間的事奉,就好。 很常常都祈禱,就是真的可以不用做那些事情, 就回到教會,又不影響我回教會的生活就好了。 我不知道那些夜時間是誰會做的。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,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工作裏面, 每次都是去希望神當作,我們能夠回到教會。 但是我們反而很少求神幫助在我們的工作崗位裏面, 如何去見證上帝的行動在,和上帝的能力。 有時候我們覺得多這些事情, 我們的上司或者我們的同事, 就真的撥得我們去好像戀口王那樣。 我們的信仰、那個見證,就更加顯得蒼白。 但以利在這裏代表了什麼呢? 給我來說的時候,在這個過程裏面的時候, 他明明就在這個貪妙的地方裏面去做一個宰相。 但是他很努力地去做這個宰相。 在這個過程裏面, 聖經在《更後6章》裏面提到, 有些人想找他的話柄,但是找不到。 他是這麼專心、這麼專志地在他的工作裏面去表現。 盡心盡力的時候,沒有人可以找到他的話柄。 但同時間,他也是一個很敬拜,很敬愛上帝的一個人。 所以,我鼓勵大家都是,在一個工作的崗位裏面, 不要做一個遮蓋一個口, 說著我要回教會, 我是敬拜上帝的一個人。 你要在這個工作上做出一個有成績, 有見證的信徒的時候, 你是需要,好像彈以利一樣, 在他邦裏面, 有神是你的主宰。 有神是你的信仰。 多謝大家。